今天想回應一些事情 我出了《珠希》三部曲 即是我和珠希有約會三部曲 很多網友回應 甚至是隔壁台 我之前介紹過的鬼王 本來不想跟他做宣傳 為什麼今天要特意說呢 是因為很多網友問我是否跟他吵架 然後問我他有些言論針對你 你又怎樣看呢 等等的說一下 好了 今天也回應一下 首先我和他已經很久之前認識了 他針對我 那些不是叫針對 其實他是以事論事 如果大家留心聽他的節目 他是針對那個方法 他不是針對我的 他說針對我 你追求珠希是練習不到的 他的言論是這樣的 你追求珠希是學壞手勢的 而且追求珠希和追求美女是不同的 他主要的觀點是這樣的 今天我會講一下我的見解 或者世界觀是怎樣的 因為他針對了幾樣東西 順便一定會吊架我 但那種很邪惡的 大家聽清楚的話 其實已經是很邪惡的 他還未味到 真是問候祖宗十八代那些 問候祖宗十八代就近乎人身攻擊了 但他那些聽得出來不是 只不過是說你的方法不好 你就不要教別人 好了 為甚麼我要出珠希三部曲呢 就是因為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這是我的觀察 我講過明白 很多人都誤會了我是一個達人 我真的不是一個達人 但如果你真是要公平文給我的 我比較喜歡用一個戀愛鬥士來形容 戀愛鬥士就比較適合 比較鬥志比較強 我不會說 追求一條女兒輸了又輸了 跟著一輩子 我又不會的 我勇於嘗試勇於學習 就是這樣而已 最多是一個戀愛的學者 或者鬥士都對 達人遠遠都未及他 如果你說達人來說 他真是一個達人 但你預料了 很多人都發揮到 跟鬼王溝通過 他都挺囂張的 你預料了他是很囂張的 是很囂張的 Day 1 開始認識他已經是這樣 但他囂張得起 我只能夠說他囂張得起 就這樣說完了 我免得再去宣傳些什麼 再宣傳你真的中了他就算了 因為他開過節目 一來就有教化人 二來也是叫做節目效果 我沒有所謂 因為都是叫做真理越變越明 僅有一個東西 你會辨認清楚 我告訴大家 他講的東西是什麼 他說是混合美女來計 他人生只混合美女 還有港女是挺好的 他收集的美女 全部都很好性格 還有港女 有一大批好的 大家留心一件事 因為他只是關注美女的地方 關注美女 我問你 有些人說 有三成是美女 港女 好了 他都是關注那三成 他不是在看全部 你聽他這樣說 他都不會約會那些醜女 他就不明白那些醜女的世界 其實他七成的女生 他是不會明白那七成的女生的世界 他就一句話 他那七成都不能實行的 他一定可以了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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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比較全面概念的觀念去看 究竟 去引證就是 究竟醜女有沒有一些好性格 醜女或者豬扒 有沒有那些真是好人拆串 好人拆好的 有沒有的呢 走這兩種極端的 那你就走去探討 我是一個學者 總之我是 你豬蟹我也想研究一下 美女我也會研究一下 我兩邊都會研究 但他就很極端 他真的不會研究 不會走去研究那些豬蟹 但好了 你問他有沒有研究過豬蟹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個小小秘密 他當然有 只不過是 過了去的事 我怎樣知道這件事 滑說 以前 很久以前 他帶我們的學生去練 有時他會在Online Game 會約到一些女兒出來 但說真的 他已經沒有玩了 他沒有玩Online Game很久了 Online Game是他很久年前 大家有聽我的舊節目都說 他以前已經是Online Game的達人 他兼且是Day Game的達人 即是他幾尾都是達人 他就是篩選過後 他覺得Day Game一定是找到最好的 就是這個意思 但稍後我會講講Day Game的問題 這裏要講清楚一點 好了 他已經是Online Game達人 那時已經是約了一些女兒出來 但他不想混混 那些女兒是 會傳送給學生 當作是練習式玩 有一次很經典 又在Apps 上約了一條女兒出來 就叫我們的學生 我和另一個 加上她的三個 然後就說 現在拿了一條女兒出來 那我就不玩了 就讓你們玩 就像鬼王這樣說 那時候求學深切 去看看是甚麼女兒 那我就說 你老尾臭 真是 鬼王你不是這樣玩嗎 我心想 那條女兒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就是 就是 二十幾歲 聲稱二十幾歲 但是抹皮 嘩 然後我們就直接 很多皺紋 抹皮 我們在茶餐廳吃飯 然後 鬼王就說 我不出手了 影保板主你來 嘩 然後我也受不了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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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以 然後我們跟女兒改了一個外號 叫做婆婆蝦 婆婆蝦 你可以想像到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是像婆婆 然後說自己二十幾歲 那一頓飯都很兇 那一頓飯都很兇 那就是 那就是 我和另一個學生都沒有什麼說 其實對著婆婆 也是 那就是 然後就完結了一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 那當然了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那我才會抽出來說 那就是 她不多這些約會 可能真的一個兩個外 可能她一年來計 那你說達人有沒有追過珠蝦 那當然她是有的 她說而已 還有她現在也是真的 她是改得很快的 就是她說了不約就不約的了 就是 除非中伏的 中伏她沒有辦法 她不是主動約的 總之她不會主動約的 但是她可能會因為照片而約出來的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的 有時候會 有時候大家說笑 啊 就是 中了伏之類的 都會有這些事情 對了 另一個論點 就是 喂 她說 喂 就是 人生不要浪費時間了 只是混合美女就夠了 或者集中美女 或者是 Day Game 混合美女 這樣 以我所見 Day Game 當然是多了 但是你要有很多時間去找 就是 不會說 你怎樣都要花點時間去找 還有要有技巧才可以抄到 當然你走一個商場 你可能遇到十條八條美女 但是你有沒有技巧過去抄 但問題是鬼王她真的有 她真的有 但是我們這些正常人 普通人是沒有的 所以你見到這條美女 是混合不到的 基本上 只有她能夠混合 而她呢 我只能夠定義為她是 男人之中的5%的人 可能1%而已 即是美女才能混合到 無論美女才混合 或者美女才混合 即是美女才混合 美女的名準率很高的人 只有1%或5%而已 好 問題是 我身為一個KOL 不想拍KOL 都要拍了 都有5000個Serviver 我也要有個責任告訴大家 那些是超級殺害人 如果你是超級殺害人 基本上你就不會聽KOL的節目 好了 很簡單的邏輯 好了 如果你是普通人 要分幾個階層 如果你是普通人 其實你是M美女是對的 OK 好了 如果你是完全A0 沒有約過女兒 或者是一個月頭 都沒有一次約會 那我們就叫做下下的 下下籤的 即是你已經的質地不是好 很多東西都不是好 好 那你就要推而求其次 你就要嘗試走一些 比較簡單容易走的 其實珠蝦呢 我有一個原則 我又不會求一會 即是我又不會說 挨一條珠蝦出來吃飯 我只會平水相逢 找人出來吃飯 丟個時間給他 他肯出就出 不肯出就算了 當作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珠蝦 同時間你也有個練習機會 適宜一些可能就是剛剛起步 或者是自己 喂 遇到很多阻力了 在溝裏上面遇到很多阻力 他仍然未能夠升等級 或者沒有能夠進步 那不如你試試跳下去 跳下去 downgrade downgrade 混一些珠蝦 那你就會突然之間有個進步提升 我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我深切的體會 因為很多人 就是卡在幻想上 他幻想我要混一條美女 可能跟港姐一樣那麼漂亮 事實是不可能的 他在幻想上繞來繞去 結果是逃不出自己的命運 不如你自己的心態調整 然後你會發覺一片天 雖然我說是珠蝦 叫些女兒是珠蝦 不是每個人的樣子都那麼差 但是我會抽一些極端的例子 出來說 不極端有什麼好說 平平無奇的樣子 當然是一大堆 佔大部份 美女又有一部份 好了 接著又要說一下鬼王的境界 是什麼境界 又要形容一下 它那個是喜馬拉雅山 來的 它在教大家走喜馬拉雅山 你可以想像成的 一件事 而我在教大家做些什麼呢 就是教大家走物理浩徑 但是這個沒有雙帝族 你又可以走物理浩徑 又可以走喜馬拉雅山 當然你去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不會走物理浩徑 當你上到中上或者上上的能力的話 你就可以不需要走物理浩徑 但是當然 當你不知道自己適合走哪條路 你可以走物理浩徑 很多人都可以走路 但給你去到處走路 我不去到處走路 你都可以走路 你自己在看哪條路 你不去到處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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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豬鞋是好東西來的 性格好 但你的樣子接受不到 就是這樣 我都不能夠說豬鞋樣衰就是衰鞋 不是 我兩邊都會講的 衰鞋的約會也會講 好的性格也會看 跟你美女一樣 美女有沒有衰鞋鞋一定有 美女有沒有好的性格一定有 但鬼王他是專門追求美女又好性格 在他世界上全部出現這些女生 那是好事來的 他人生開心快樂是好事來的 但問題是有多少人能夠做到他的那個境界 但我好現實告訴你 這個世界只有5% 甚至1% 我這麼多聽眾 屌你老闆是只有1%做到的 我要照顧99%的聽眾 我不可以說教他你追求美女 然後他可能一年都沒得著 然後我也要有個責任告訴他你要進步的 你走物理號徑 你走就走的了 你起碼有練習就有練習的了 一步一步地走是真的一步一步地走 不是騙人的 可能有一天你走到獅子山不錯 然後還有一天獅子山你再挑戰喜馬拉雅山 就是去到他的那個境界了 這個是值得挑戰的 我覺得做男人來說 但如果你連這個物理號徑都懶走 或者獅子山都走不到上去的 你上去起馬拉雅山是死定的 或者會形成一個狀態就是 就是康有為所說 我忘記了是康有為 坐者山望那山一事無成 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要破除一個迷思 究竟Day Game 是否王道呢 很多網友都... 這裏一次過說 很多網友都傳回 feedback 給我 鬼王叫我們不要 online 追求女生 或者不要去 speed dating 全部都是炸起來的 只是Day Game 追求女生 用回起馬拉雅山的比喻就對了 他在走起馬拉雅山 你有沒有這樣的體質行動 我問你一句 你有的你就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時間又忙 又沒有時間追求女生 那online dating 是快的 忙女偷閒 你按按按就約到女生 你沒有辦法的 有時人要生活的 我朝九晚六 晚十一 我去OT 那我怎樣約女生呢 我都要照顧某些網友他很忙 那是混不著女生的 所以亦都引伸你一個問題 你混女生的確要騰空時間 如果你工作太忙 你就要想想 怎樣騰空時間出來 就是這樣 好了 至於 online game 和 speed dating 和炸起來 這樣我只能夠說 有一定比例的炸起來 一定是不少的 但你說Day Game 多不多炸起來 多到你不相信 Day Game 呢 因為你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在說你700萬人 700萬人就上街的了 你就會看到那700萬人 你說炸起來多不多 一定多的 但問題是 為什麼鬼王說他自己見美女 見無數呢 就是因為他本身的技巧 視野本身就是要訓練隔走這些豬虎 渣虎 譬如你100個人 在街上看到100個人 要訓練技巧 就是先篩走那95人 你只要訓練那5個美女 然後再在那5個美女 去做Approach 做Day Game 抄牌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當然他的世界只有美女 他只是Focus 他對鷹眼已經訓練好了 但譬如我們普通人沒有鷹眼 一看下去 當然是全部駕駛啦 95個都是駕駛啦 那是不是很合理呢 所以大家要理解他在說什麼 或者我在說什麼 那你就會明白這個世界那個 一個比較宏觀一點的想法 其實我絕對贊同他的說法 就是你當然要找美女練習 但如果你一個月頭 都沒有一條美女可以給你練習 那你怎樣呢 你可以怎樣呢 你就可以走物理好勁啦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我順帶一提 如果他往後有什麼針對我的言論 知而主題 大家都淡笑 我和他都是朋友 亦都是無雙大雅的 他經常私底下Whatsapp都丟了我 或者是隔不中吃飯都丟了我 他說的話是沒錯的 他那些方法 因為那些是最高深法來的 我也是嘗試去走這個 起碼拉阿山 但我兩邊都會走 大家亦都不需要過敏 說究竟我不是罵了膠 和他不是 所以都淡笑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如果你的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可以E-mail 給我 想玩Day Game Night Game 也可以 多謝收聽